猫人要去找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按赞订阅加分手 这次马自达在内燃机技术有进一步的突破 全新研发的eSky ActiveX 创持蓝天汽油压燃发动机 拥有比F1赛车更高的15比1的超高压缩比 首创SpeedT燃烧技术和24伏轻度混合技术 马自达独创SPC-CI火星赛辅助控制压燃技术 针对传统火星塞点火与HCI点火之间 对温度、空燃比、EGR等的要求 互相矛盾所产生的两者之间切换点火的问题 马自达就想到 从人为手段去为压燃创造条件 也就是通过火星塞辅助点火 来提高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 实际上为了让火星塞点火 和HCI点火之间能更好的过渡 马自达引入了火星塞辅助点燃的模式 利用火星塞点火辅助可以提高HCI的点火能力 更好的控制混合器这火时刻 同时也让气缸内这火有很好的稳定性 这个利用火星塞点火辅助的压燃方式 被马自达命名为Speechy 通俗点说就是在汽油发动机上使用 柴油机才有的压燃点火的方式 并且将稀薄燃烧的技术带入量产 SPCCI是在控制稀薄燃烧最佳进气量的同时 将气体吸入气缸 以世界最高的700气压的喷射压向被压缩 厚的高压环境的气缸内 进行燃料物状喷射 然后进一步压缩 相较于现有汽油发动机燃料 更加稀薄的混合气体 使用火星塞跳火 形成膨胀火球 接下来膨胀火球会成为空气活塞 进一步压缩缸内混合气体 在缸内形成稀薄混合气体 低级速多点形均值燃烧 最后通过压燃点火 解决了稀薄燃烧火焰 扩散不良的问题 虽然SPCCI有火星塞参与工作 但是它的作用 仅仅作为为压燃创造条件的辅助手段 SKYACTIV-X发动机 最终在SPCCI点火模式下 大部分的混合气 还是通过多点大面积点燃 同时还保持了整体放热速率较高的水平 这样的技术 是世界上目前独一无二的 后面的影片 就让我们看看 SKYACTIV-X引擎是如何运作的吧 最后面的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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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